2022年8月1日,大脚星人理事会,所有的好人都会成飞船离开马,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对人类能够接收最近进入你们大气层的能量的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你们都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把你们得到的东西和你们所有的经验,你们对地球上真正需要什么的所有知识结合起来。 你们可以将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现实,新的时间线和更好的地球生活体验。 我们知道,你们宁愿听到我们告诉你们,你们将在今年年底完成转变,或者所有善良的人类都将被宇宙飞船运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这不是报名参加的活动,那不是觉醒人类的旅程。 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旅程是一个包含所有存有的旅程,它是一个你们可以创造你们自己的扬生体验的旅程。 我们建议你们开始感觉更有创造力,而不是寻找别人对你们的扬生会是什么样子以及何时发生的看法。 赋予自己权利,向自己证明你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包括宽恕他人尽可能多的疗愈,以及对所有人保持同情心。 否则你们将如何向自己证明你们是在肉身中的源头能量呢? 如果有人或某事要为你们做这一切,而你们将所有的怨恨,所有的判断,所有的愤怒带到下一个版本的地球,那么你们就不会给自己机会净化。 如果你们之外的某人或某物要从自身中拯救人类,你们将剥夺自己的旅程。 当你们听到在你们的星球和太阳系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暴行时,请在你们自己内部寻找触发的原因。 在你们自己的内心寻找你们需要疗愈或宽恕的东西,因为你们并不总是处于光谱的光明面。 你们有过去的生活,你们在黑暗中玩耍,你们假装成恶棍,坏人,许多人会谴责遭受如此多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谴责的时候,现在是自省和创造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当我们为你们安排这些时,那些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能够理解我们,我们将王国的药池交给你们, 并告诉你们,你们就是那些正在创造剩下的旅程。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能真正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感到如此乐观, 对我们知道你们将利用你们现在身上的能量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8月1日,天堂来信,前方有新的阳光,传导Glory Avandrov, 译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纯真意味着什么都不期待,享受意外,享受惊喜。 纯真没有目标,纯真不知道失望,因为纯真没有意诚。 纯真笑着拍手,并不是说纯真的每时每刻都期待着快乐。 纯真是自发的,无法计划。 当它出现时,纯真就会被生活的喜悦所吸引。 纯真令人愉悦,设计带来的愉悦与纯真带来的愉悦相去甚远。 无论你们和宝宝玩多少次躲猫猫,宝宝都会很高兴。 宝宝不会想,我会高兴的,宝宝简直高兴坏了。 每次游戏都是新的,每次游戏都会带来了去。 游戏不会制造欢乐,喜悦升起。 如果你们不留恋过去,不留恋未来,快乐将是司空见惯的,但它仍然是快乐的。 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地球上的生活,注定要充满欢乐。 如果判断不存在,生活将是一个又一个的快乐。 你们的生活会是一个又一个的快乐。 没有评判,生命就会到来,而生命就会像它本来的样子一样受到欢迎。 开启生活,亲爱的,像对待富有的客人一样,抓住生命迎接它。 即使生活贫穷,即使生活,如你们所见,是一个小偷或乞丐。 似乎想从你们身上夺走,也要对它感到高兴。 即便如此,生活是一种恩惠,欢迎生活总比谴责它好。 眼泪也可以是无辜的,它们是自发的,就像笑声一样。 你们的肩膀因泪水而颤抖,就像笑时一样。 哭泣的笑声和喜悦的泪水也存在并延伸到你们身上。 你们把长河解释为不幸,很可能是你们低估了幸福,过多地考虑了不幸,或不担心。 唉,人的心中有祸患,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人的头脑中。 你们是生活的体验者,因为它以多种形式出现,但生活只是生活。 无论它如何宣布自己,生活都会向你们展示自己,生活是不能逃避的。 地球上的生命被描述为一片茂密的森林,以至于太阳和月亮都隐藏在视线之外。 然而,森林通向林间空地,森林通向海洋。 在你们穿过森林之前,森林隐约可见。 一旦你们穿过森林,到达林间空地和随之而来的海洋,森林就失去了黑暗。 看起来又大又黑的东西不在世,所以你们走过生活,保持你们的脚步活泼,因为前方有新的阳光。 在生活中飞跃并得到祝福,地球上的生命是一段幸福的插曲。 不要错过生活,不要与生活搏斗,但要与所有的快乐搏斗。 每一枚硬币总有另一面,把判断排除在画面之外。 因为判断是一种黑色蜡笔,它会覆盖所有其他颜色。 选择光,拿走你们的生活份额,无论是否被邀请,都要像你们进入时一样纯真无邪。 你们应该欢迎生活而不是试图阻止它。 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快乐而不是悲伤,或是一个较小的选择。 接受生活带来的东西,不要把生活称为悲哀或任何东西,把它称为你们的礼物。